北埔冷泉 位於北埔鄉外屏村的大屏溪 從北埔至冷泉行車20分鐘 沿途秋林清脆溪水清澈 景觀饒富多變化 那霸體的瀑布是它的特色 那霸體的瀑布是它的特色 頭上兩岸的美景更是雷不勝收 那北埔冷泉屬於弱碱性的碳霜泉 它略帶鹹味 夏天的水溫約15度 冬天約10度 來此浸泡可以去一身的層漆讓人通體舒暢唷 北埔老街在七米時期 城市北埔最熱鬧的商業中心 現今短短200公尺的老街 就有7座腹肌 古蹟密度為全台之冠 在老街可以品嘗到以客家為主的美食 像最道地的客家雷茶以及著名的食飾餅 雷茶為客家人特有的飲食文化 雷主要是研磨的動作 把茶葉、花生、芝麻等食材放進雷波中 用雷滾研磨成糊狀後 用沸水沖泡而成的養生茶飲 香醇濃郁 不僅能消暑止渴 還能滋補長壽 相傳她的由來還跟三國的張飛有關喔 獅頭三位與苗栗三彎香南莊香及新竹鵝眉香的交界處 竹風標高492公尺 證據在獅頭三塊的西南 山軟爽脆加景天城 因外型故事獅頭而得名 民國九十年交通部觀光局 將獅頭山、林山及八卦山 規劃為參山國家風景區 演唱片 演唱片 一、二、一、二、三、四 嘿嘿嘿 你是我的寶貝 想你的滋味 煙煙抓碎 寶貝寶貝 我們乾一杯 這是你最愛的黑桃 我們現在到桂花巷囉 那我帶大家進去逛逛吧 GO 這個是洗山坑 洗山坑 以前的人都在這邊洗衣服 而且這邊是水蠻緊的 其實無菸桂花巷不可以抽菸喔 我們來到的是江濟的冰鎮湯園 冰鎮湯園 它裡面有水果湯園 這個湯園是他們手工做的 然後底下就是剉冰 然後再淋上他們自己的桂花釀 南庄的特色 吃起來就是甜甜的 你看這都是 哇 在日記時代時稱為南庄油店局 年改稱南庄油店局 之後油店分敗又改稱為南庄油局 而目前現有建築 則為民國24年觀山大地震後所重建的 後京苗栗縣文化局評選為 本縣十大歷史建築 獻民南庄文化會館 東村宿舍 這邊是小朋友的 林霧局的有工宿舍 那現在改成有和服體驗跟咖啡廳 那甚至還有住的民宿 那我們住的民宿呢 就在旁邊這一棟 那文化館裡面就是介紹很多關於在下族的遺跡 跟他們之前早期會用的器具 那他們基本上都是裡面有很多關於矮林祭的一些祭司會需要用到的東西 那他們今年的矮林祭是辦在11月4號到11月7號 他們是兩年一小祭 然後十年一大祭 有很多的東西 有很多小話 居然是三年代 後來是大師рать招臨 未知二小朋友 有小朋友 是小朋友 他沒看到 在聖宅叫正老師 一組早期會 以及好奇蹈 而是在上海 向天湖位在南庄商東河村 海拔約750公尺 是一座山形的高山湖泊 因湖面仰望天空 因而取名為向天湖 也有當地人稱為仰天湖 每年一到櫻花盛開的十七三月 向天湖總會呈現櫻花滿天下的另外一種風情 隨便團舉辦 富翁 新約三 chain 禮址 有 passado 日外 明珠 在01 也有 aremos 如瑶拉 她也是最近幾年星期的 提景觀餐廳加民宿 門票是200一個人 但是它可以頂消費 它這個民宿啊 其實就是設計的蠻特別 它有蘿蔔屋 還有樹屋 那它們現在有露營車的火車 我覺得蠻吸引的 還有人造瀑布 對 它們有人造瀑布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恐龍 還有很強的溜滑梯 它有分長的溜滑梯跟短的溜滑梯 我們那天去人造瀑布 我們是經濟波子 人造瀑布還要 我直接摩托下去 這民宿的雲小飛車還可怕 好險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個莊園不適合網美 還適合老一輩的人來這邊參觀一下 因為這邊有很多故景 那小朋友就不用說 有很多溜滑梯啊 親子遊樂區 還有鳥園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適合 所有年齡層的人來過來去溜滑梯 對 只不過它的交通 唯一的缺點就是 因為它在山上 所以一定就是你要開車去 自己開車這條件 對 它那邊就可以鳥炭整個 南莊鄉的公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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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